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换一份钱 签什么呀 离婚协议 换一份 你怎么又来了 你签不签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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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姨妈 又瞎叫 姨妈 怎么了 这么早就出门了 干吗去啊 一个妙龄上晋女青年 正在去面试的路上 你也会找工作 给你长点心眼吗 放心吧 我这次战斗指马阁 我今天去的是深城人 放心啊 那个节目 太喜欢那节目了 我今天要是能见到他 可就太赞了 你好好面试啊 等你好消息啊 拜拜 大姨妈 这你车呀 你让我开着你的车 送你到你要去的地儿 完事儿给我二百 加五十 我有急事儿啊 二百五啊 我不会开 又忘冲电了 什么智商啊 这人对你太失望了 你说谁呢 你说我自己呢 等救援呢 我跟你说啊 不管你这车输件什么问题 你靠班停车的时候 都应该打双闪 然后在车后半 五十到一百米处 放三角紧实盘 现象没教你啊 看你都白学了 姑娘 听你这意思你会开车 是吗 太好了 帮个忙送我一程行吗 你这车 这是我的车 你看 行驶之照 这奇怪了 那你自己怎么不开啊 我 不会开的 那更奇怪了 你这车自动驾驶到这儿的 行就全当是吧 姑娘 帮个忙行不行啊 我帮不了你 我自己也有车 不是没电呢吗 这会儿一起走啊 不行 我还有事呢 我 我 我们不顺路 你去哪儿啊 我去价值工厂啊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 太巧了 我也去那儿啊 你看啊 你车没电 我正好缺个司机 这不一举两得吗 走走走 走走 不对 你也去价值工厂 不行不行 我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骗子呢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怕我 骗你这个小电驴子 还是怕我对你不利啊 都有可能啊 我真是到那儿去上班 那我要故意说个别的事 这不更可疑了 这又是什么新骗局啊 现在这骗局升级得 比数码产品还快啊 你呀 还是对自己的智商不自信 遇到骗子不可怕了 智商不够更可怕了 你 你要这么说 我就不乐意了 我智商不够 我告诉你啊 我对我的智商 比对我的颜值 还有自信呢 我倒要看看 你想怎么骗我 哎呦 这鞋单也寄上了你 这样很累 坚持一下嘛 反正路也不远 你这样我安心 我可以安心驾驶 你干嘛呢 保险啊 我呢 我先把你的照片 还有这车的车牌号 都发给我闺蜜 这样的话呢 你懂的 哎呀 哎呀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车 发动 这个我知道 踩刹车 发动挖挡 松手杀手 脚上的我知道 哎 松刹车 给油门 走你 冒昧的问一句啊 嗯 你开车多长时间了 我 前前后后差不多三个月吧 我啊 竟然像我刚毕业 昨天才拿的本 没想到今天就有人 找我做代价 干嘛这副脸 你刚才怎么不直接 交代价呀 你是个新手啊 你干嘛不早说呀 是你不要让我 帮你开车的啊 你还把我车 弄到你车上 行行 怪我 打眼了 瞧不起新手啊 我姨妈说了 这个胆子呢 是越练越大 司机啊 是个熟悉公公 你知道吗 干嘛呀 有什么话就说 怕你憋出这样子 憋出毛病 你并线打灯了吗 你说就你这个素质 驾校还得让你出来 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大叔 小命在别人手上 说话的时候 应该相对客气了一点 我不行 你快点行吧 哎呦 哎呦judic 哎呦我 Τ snaps 哎呦我 行了吧 再给我点时间我能停止 行了 十分钟了 停成这样就不错了 给我解开 谁记得死靠了 你啊 小姐 你才小姐呢 我记得是活靠 我肯定能按正来正去 给正成死靠的 给我弄断 剪刀 谁车上还发把剪子 点信 乃儿 烫着我可不管 走 站上 喂 给你二百 干嘛 我不要钱 我就刚打车了 我奉献你一句啊 年纪轻轻的 珍爱生命 远离驾驶 我也奉献你一句 长得跟个骗子似的 以后在外面别乱求人 陈总早 天哪 什么情况啊这是 我陈总好生不晚啊 天天天 你怎么这么小啊 这是怎么着 来 撒撒撒撒撒撒 回来 快过来 拿回来 上来 陈总 我有点娱乐精神是吧 快过来 陈总 皮卡刚才来电话说 那店主不让拍了 不是说好了吗 怎么不让拍了 之前要去他们店里拍的时候 那是千万些热烈花营的 现在趴一半了 就好像旁边有人给吹风一样 损我套钱 现在这晚上真是学贼了 坐地要价是吧 他们想干什么 皮卡文怎么办 这个事还用问我吗 让他自个儿想办法 但是后天就要播出了 我怕他万一搞不定 你告诉他 这事他要搞不定 这个执行制片人他就别干了 岔波哥 我今天下午家里有点事 我得马上回去一趟 快去快去快去 但是我约了三个小朋友 快滚 滚 涨大本的快递请接受 来 走 好 方欣然 小姐 你请问你是 我是来应聘的 好 那你跟我来吧 好 展总 美国来的快递 是你家公子寄过来的 今天是我们展总亲自面试 今天是我们展总亲自面试 是你啊 真巧 好 原来 你就是传说中 方欣然背后的男人 战大鹏啊 传说都是胡说 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我 面试 我是来面试的 这是我的简历 我是深大传媒学院毕业的 学播音主持的 我之前在一家小型的节目制作公司 做过编导 想当主持人 我们不虚 你可以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呢 而且我还会编导 还会策划 不好意思啊 方欣然在公司吗 我在 那她平时什么时候会在啊 你好像对她挺感兴趣 学我们这个专业的 哪有不知道她的呀 深层的金白主持人 她是我大师姐 我要是能加入太阳团队 跟她在一起工作 我的天哪 简直太棒了 你是来面试的还是来追求 我 我是 问问吧 哥 我轻敌了 这店主脑袋花钢炎的 我搞不定了 搞不定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这期节目什么时候播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两个小时之内拍不完 赶不上播出了 明明知道浪费时间 还打这个电话干吗呀 我这不是请教 我不是 你这是要走吗 我 我还在面试呢 按个地儿面 我们去哪儿面 车上面是吗 需要免费的司机吗 但凡有个喘气的 我绝不用你 您说话向来都这么横啊 怎么都是用稀释机啊 节省说话时间 那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 想来我的团队 必须学会服从命令 这是意义 如果我是你 拿个小本尽 可不像我来餐军似的 方秦燃在书里说 你是她生命中 最该感谢的人 你是她的灵魂伴侣 精神导师 还有说什么 她的所有一切 都是你给的 我当时就在想 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男人呢 为什么苏宗一张招牌都没有 记得本人以后 哦 明白了 你要是再废话 面试结束 并限达大 限速四十 红灯红灯 闯红灯了 闯红灯了 还有我八年 到了 战伞 我可是服从上级领导 安排的 是你让我快点开 快点开的 哥 哥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不管我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进去 我看看 你是执行纸片人 你开车送他过来的 骂了我一路 你们平时怎么受得了他呀 不不 我看他指挥的时候挺跋扈的 好像会开车呀 怎么不自己开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这事没几个人知道 厉害了 我的哥 有故事啊 说说呗 别瞎打听 我有病 职业病 没干上职业就职业病了 大鹏哥从来不自己开车的 平时都是方姐和我们给他开车 他连代价都没自己叫过 乖叔叔 我怎么样才能见到风起然呢 吓死我了 你思维别那么跳跃好不好 我喜欢他 得嘞得嘞 谢谢啊 能够了啊 慢走慢走慢走 找人进去拍吧 漂亮 盘到多少钱 这种事需要花钱吗 那 那怎么能搞定的呀 盘盘到呗 深城就这么大事儿再说了 我也是这儿长大的呀 哥 还是你有道吗 太厉害了我的哥 我车在你那儿呢 我还把你送过去吧 不 留个微信没 我有男朋友 那就把他的微信给我 那我硬片的事儿你得帮我 这是我的简历 下面有 展三儿 你怎么搞定的呀 我看那老板身上 脸上也没伤啊 说说嘛 让我深度地领略一下 您的风采 你往前看 你现在是个临时司机 把车开好啊 好 午餐会啊 我这儿有事儿去不了啊 是吧 独家消息 好 下个礼了 慢点啊 又怎么看 你房子 再好的 这来 我烦吧 我不已经发你邮箱了 来 你们认识一下 一会儿再说 你电话里头跟我讲 说有一个独家消息 范海涛认识吗 我知道 从咱们深城出去的 一个游泳的小孩 他昨天刚刚拿了世界赛 一百米自由赛冠军 他就是一笔黑蛙呀 这事我听说了 他之前排名不是很靠前 这次可以说是一战成名 现在业界很看好他的前景 你能联系到他们吗 我刚收到消息啊 范海涛明天会深城 太好了 你帮我联系上他 我对他进行一次专访 老展 你要做了 我后天那期就给你播出去 老展 这个你想做就能做呀 人家明天回来 只是落个脚 下午就走了 那个商业魂的后边 打破头都要去的 我听说他们明天 好像只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吧 何总这边也盯着呢 全深城的大事 是 这么好的料谁不想抢啊 这 这位是 何时 何必的何 时间的时 展总 你好 小妹王呢 何总 小妹王呢 卖农副产品的吧 对了 你刚才说你们也要采访他 是啊 这个事呢 我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恐怕没戏 我知道你们在深城有影响力 但是 现在就把话定了 未免有点太早了吧 我想采访的对象 没有一个采访不成的 哦 那这回可能有喽 老转啊 我在台里等你好消息 后天能不能播 就看你的了 没问题 你出广告片吗 八戒 话别说太瞒 万一到时候事办不成就尴尬了 到时候还得到我的农产品市场 来求我 如果这个事要是干不成的话 那我就彻底离开这个圈 好 到时候宋别彦 我来办 这么快的一程完了 难道住家了吗 诶 初良 完事赶紧回公司啊 那个范海涛你知道吧 把他所有的资料 全部整理出来 我马上回去开会 你们要访问范海涛啊 就那个摄影餐冠军啊 有我们白米小王子 我跟他表姐是一个就是人的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你记住了 要在众多媒体中杀出一条血路 机会只有这一个 能抢到独家吗 我不但能抢到 后天就得播 独家 诶 你一直在这儿 干吗 走 走 走 送回公司 走你 各位 范海涛的团队明天来深沉 也就说 他是上午 八点二十分飞机落地 停留四个小时 先是领导接见 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再去体育中心 跟观众见面 他在经纪人说了 只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 然后飞上看 目前有几家 有竞争力的公司 据我所知 有这么几家 一个是了不起的年轻人 一个是体谈资讯 还有一个小卖网 网络来讲 他们最近体育频道 做得不错 有点逼稿的意思啊 这就看谁的采访提纲 写得精彩不精彩 召集你的所有编导 都到这儿来 头脑风暴团灭他们 拿下贩款刀 另外电视台的刘主任 也在等消息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十点以前 一定要把这个稿子 交到他的经纪人手里 是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전에掏赫台 嫂子今天一天都没出现 吵架了 嫂子今天一天都没出现 她不会又给自己 放假了吧 那明天采访怎么办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能加入你们的战斗吗 让我试试 作为我的面试题目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 这是战斗不是拔河 需要的是智力而不是体力 哥 咱们不是还有一期背着吗 就是美中电商那期 我不是为了后天有节目播出 我是为了拿到这个热点 全身成只有我们一家 拿到的独家裁缝学 我们一家说明什么 实力更是荣耀 我懂 但是我怕万一 没有万一 我跟你开了一天就成了 一点好点都没有 你说我能进你们公司吗 送你两个字 稳住 我们能赢 好 这么好兴致啊 突然想放松一下 出来晒晒太阳 不介意把你遇到这儿来吧 太阳雨挺好的 你就是在伦敦喂鸽子啊 我飞过去都没问题 只要能够求见到你 就是我的荣幸 这个时候 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吗 我的时间我做主 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 好 刚吃过啊 还是有幸跟您先生一起 展大鹏 你们怎么会在一块儿 展先生真是个好斗的人啊 他对胜利的渴望 远远超过一般人 可能 这也是支撑他一步步 走到今天的动力 他就是这样 习惯性地进入战斗状态 一把年纪了 不光冲动 还越来越固执了 真羡慕他呀 羡慕他什么 算了 以后再说 还是聊聊咱们的事吧 传总 给 贺兰真香啊 办公好材局 让你们这么浪费啊 我们查了不少渠道 这个范海涛 很少接受采访 说话又少 我们根本挖不出什么底 少 说明更有价值 对对对 物以细为贵 人是铁 饭是钢 大家都饿了 先吃饭吧 吃什么吃啊 你吃坏啊 还是饭总啊 别的公司 都在争分夺秒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想干干 不想干走人 大翁哥 有人拍到范海涛在酒吧 他不是明天早上才到吗 一样无大呢 还真是他 哥 小道消息 小麦网的人已经出动了 什么路子 比我们还快 快 去酒吧堵人 如果小麦网赶在了 我们前面的话 你们就等着排队跳楼吧 是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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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找这么奇怪的一堆碎屁啊 啊 卖艺的 左手边那个 我前几个月在美国认识的 右边那个 他死党 先体大搞体育的 怪不得 太不卸调了 哪认识的 交友软架 太不靠谱了 他们两个不会是 你问他俩啊 去哪认识的 软店 放心吗 我为了动你开心 我可是练了一个晚上 那我也是 跳得特别好 我朋友就肯定一会儿 被你俩刷暴停了 不过呀 你俩被人误会了 误会了 姐妹 有话问你们 喂 闻眼 是不是想问我啊 为什么跳舞跳得这么好啊 我告诉你 我还不是科班的 好 那就好 他刚才是想问啊 什么 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你 我们可是纯爷们儿 就是啊 不是纯爷们儿 怎么能追Wendy 从美国追回山城啊 是 完美 又是Wendy的追求者 还是个岳阳的 怪不得能跳 这么脑残的舞呢 跳吐血了吧他 来 你来认识一下啊 胖哥 辛巴 辛巴 胖哥 给你 虽然没人在意吧 我自我这事讲 我叫袁宝 你好 这哥们是不是值得我值得的 小心点 但是我肯定是来 苏小奥 苏小奥 我不是说 这哥们是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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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了 你肯定是 对 你看我也是小奥 bulbs 我们先来的 重来的 ee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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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天忠 你在哪儿呢 加利福尼亚呀 对了 我的生日礼物 你收到没 你跟我同事别 我正在上课呢 森巴 开始上课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爸 你不要打扰年轻人上进 行 下了课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知道了 知道了 森巴 站住 行了 行了 别装了 你爸怎么突然来这儿呢 我哪儿知道呀 如果我要被他逮着 我已经回国了 非弄死我不可 那 那你的温帝呢 刘的清晨日在 不怕没妞跑 快撤 走 展丝 你也来泡酒吧呀 我在工作 在这儿工作 工程警的 让一下 展丝 别那么严肃嘛 你说我们俩在这儿都能碰呢 这说明我们很有缘分啊 其实我那个简历里面 有很多亮点你还没有看到 我呢 是 范海涛在酒吧 那个冠军啊 他在这个酒吧 哪儿呢 我怎么没看见 在哪儿啊 你记住了 想加入我们的团队 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自己的敏感度 你的面试失败了 不不不不 我不是没有什么敏感度 我只是 我眼神很差 这儿太黑了 根本看不清 我 哥 人都走了 谁也别想偷进户啊 你别生气呀 小卖网的人也别赶走了 他们经纪人说了 今天晚上十一点之前 把采访大纲做好了 再决定接受哪一家 爱不傻 纸如风 那帮人一走 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车在这儿啊 我要是能早点发现范海涛 我就能立功了 那你的工作是不是没了 谁说 我都听到了 那个冷面杀手似的大叔说 你的面试失败了 工作一定会有的 我是谁呀 唱歌 放心吧 咱们的房租啊 我那份一份一份一份 奔得不会少的 我想吃串串 你加麻加辣那种 真不知道你是乐观呢 还是没心没肺影 补充火力 明日再战 我没有什么事 不要 咱们下来 咱们下来 你前两天给我看的那个照片呢 这儿 他喜欢这个呀 我这个坏了 这个啊 搞一个啊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限量版人偶 务必跟这个采访提纲同时送到 明白 对了 你那个采访提纲调整一下 把那个电影 还有那个小丑的内容加进去 可以啊 你的十一点 还差不到一个小时 马上 好 今天的采访 时间紧 任务重 一定要高效出色地完成 也就是说 力争在明天 让我们的观众 在深城仁这期节目里 看到永潭小将 范海涛的独家采访 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有 出发 出发 把那个妻子架好 送光吃上 你 你 你 嫂子来表怎么办呀 换人吧 换人 可人家只没点性药的 就是嫂子啊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啊 他也是军军处置的 我不能因为一只菜鸟 毁了我这次采访 好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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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制品人 展大鹏 展先生 你好 是这样 我们因为行程变化了 所以提前赶到机场 你们只有十五分钟时间 是是是是 走 方向然 方小姐呢 哦 是这样 你们这个采访 不是提前了吗 她呢 正在赶制一个别的景物 所以 方向然来不了了是吧 她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这样吧 为了不耽误您的行程 我代表她 采访您可以吗 她来不了 你们怎么不早说呀 我们在好几家当中 选择你们 一是因为小涛非常喜欢 你们送的冷物 二就是因为小涛喜欢 方向然 是她的老粉超粉了 方向然不来 我们走吧 别走了 你一定要让方秦然采访你 是你内心的不自尽 在作孙 你谁呀 干吗呢 我是他们同事啊 身成人的实习生 你赢了比赛 却被人口口声声说是黑马 心里的滋味 应该不是很好受吧 所有人 包括你自己 都没有想到自己 会拿世锦赛的冠军 所以呢 你还没有进入冠军的角色 去好好享受胜利 因为你对自己 实力的不自信 所以你一定要让方秦然 这样的著名主持人 来提升自己的高度 对吗 你别胡说 一个气场足够强大的人 是不会介意采访她的人 是不是著名主持人的 那气场不够强大吗 如果今天因为方秦然 不来访问你 你就走了 那我想明天网上 肯定会有很多人 像我刚才那样都愣掉 来评论你 多可怕呀 说你膨胀了 说你耍大牌 你可是刚刚 打了冠军呢 先生 不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今天是我这样的实习生 采访你 你敢听说吗 有什么不敢 但是我不愿意 即将法对我不效